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coifplot 那今天这个command呢是来源于2014年Stata Journal发表的一篇文章 叫plott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nd other estimates 那今天呢我们将使用这篇文章之中的例子进行讲解和演示 那大家如果在之后的研究之中或者在之后的文章之中用到了coifplot 那应作者要求呢大家最好对他的这篇文章进行一下引用 这个citation呢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了我们Stata的界面 那么在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安装coifplot这个package 我们在command line中或者在dofile里面输入ssc install 然后呢coifplot把它选上点击do 那如果你已经装过这个package了 Stata会告诉你all files already exist and are up to date 那如果你没有装过这个package呢Stata就会给你安装这个package 在这有两点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点呢就是你如果想安装这种外来的package 你需要对你的电脑有管理员权限 那第二点当然就是如果你想下载这种外来的package 你需要有网络连接 这两点呢缺一不可 如果缺少了一个你就没法安装这种外来的package了 安装完package以后呢我们下一步来做的是导入数据 今天我们使用的数据呢是1978年的automobile data 我们在command line中或者在这个dofile里面输入sys use auto.dta 在这我们说auto.dta 如果你没有点dta直接输入sys use auto也是可以的 那clear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回想一下 它是清除Stata内存里现有的数据 然后呢以腾出空来导入新的数据 因为Stata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只能处理一个数据集 把它选上点击do 屏幕上出现这样的画面 就代表我们的数据导入成功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data browser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使用的变量呢 分别是price mpg trunk length turn 以及foreign 因为我们大家应该对这个数据集很熟悉了是吧 所以我们就不一个一个来看它的codebook 以及看它是什么形式的变量呀 怎么分布呀 等等我们今天就不做这个了 相信大家对这些变量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那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coifplot一起的学习 那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线性回归 我们用regress这个command regress后边接的是y变量 我们的外变量是price 那我们x变量分别有什么呢 mpg trunk length 以及我们的turn 然后呢 我们把它选上 点击一下do 我们可以看到 屏幕上给出了回归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mpg trunk length turn turn length length 也就是length turn circle 也就是turn 以及它的结距 它给出了这几个的beta estimate 以及95%之性区间 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啊 我们很少去关注结距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吧 而且结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range到底是太大了 从-5000到正2万 太大的结果就是 像mileage啊 trunk space这些啊 它的95%之性区间相对来说小一些 它就被压缩成一个点 我们根本看不到它的执行区间了 好像就画了一个点一样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呢 可以是加一个option option呢是什么呢 drop drop后面有个括号 我想drop谁呢 我想把结距drop掉 cons 把它复制进来 然后呢 选上 点击do 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结距就被drop掉了 只剩下了这四个变量 强多了是吧 那drop我们可不可以drop多个变量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把mpg也想drop掉 选上点击do 我们可以看到mpg也被drop掉了 只剩下这三个了 那有同学说 有的时候我有好多好多变量 一个一个drop太麻烦了 我想drop好多好多 我就想留几个 比如说我就想留一个trunk 一个turn 可不可以呢 那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用keep 把drop改成keep keep谁呢 trunk和turn 再来看一下 点击do trunk和turn 没有问题 那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刚才这个 就只drop一个constant 留下其他那四个 在这儿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想在0这块加一条线 这样就能很一目了然的看出来 某个变量 它是不是显著的小于0了 比如在这儿 我问你 mileage它是不是显著小于0啊 这一看 好像是吧 但是也没那么显著 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显著小于0 这个95%之间区间 是不是cover0的 那好 那么我们在x轴这画一条线 怎么画呢 x 告诉你是x轴 画一条线 也就是画一条line 那在几画一条line呢 在0画一条line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度一下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x轴0这块 画了一条竖线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mileage 它的95%之间区间 是不cover0的 也就是说它的p值应该是小于0.05的 我们回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小于0.05啊 诶 它是 在这儿第一行 它是0.038 在这儿呢 有一个非常常用的option 叫ciops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进行recast 加上一个rcap 我们首先来一起做 然后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把它选上以后 点击do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99%之间 它有什么变化呢 它是加了一个小的帽子 这个呢 是非常美观的一种形式 当然我们在这儿 有一个ciops 和recast 它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这种options 大家可以去help coifplot 然后看看ciops 还有什么其他的options 以及recast 有什么其他的options 在这儿呢 就不带着大家一起做了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讲一些 最常见的一些options 那下一个非常常见的options呢 就是刚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啊 它的数值在x轴上 然后呢 这些变量的标签 它在y轴上 那我们如果想改一下 我们想把数值放到y轴上 变量标签 或者变量名 放到x轴上 可不可以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儿呢 需要做的是 把它复制一下 粘贴到这儿 我们首先把xline 0去掉 因为我一会儿可以看到 它就不是xline了 在这儿我们加一个options 叫vertical 把它变成一种 数值的这种形式 vertical 然后点击do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给变量名 或者说变量标签 它就跑到x轴上了 那这些数值呢 就跑到y轴上了 没问题吧 那现在如果我们 还想在0这儿画一条线 该怎么办呢 刚才是xline 0 也就是说我们在x轴上 画一条line在0那块儿画 那现在我们是在y轴上 画一条line在0那儿画 顾名思义 非常好想是吧 我把它拖得长一点 那应该是什么呢 yline 然后呢是0 对吧 把它点上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在y轴 0的这块儿画了一条线 没问题 好的 刚才我们这两个 都是在regress 这个command之后的 我们知道coifplot 你是要跟在一个 回归模型之后的 否则 你就不知道 coifplot它去画什么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logistic回归 可不可以画这种coifplot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logit和logistic 这来有什么区别来着 a logit 它给出的是一个estimate 就是没有进行 e transformation的 所以它给出的值是log odds 那logistic 它给出的值是odds ratio 如果你在logit后边加一个or options 它给出的也是odds ratio和logistic 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那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logit 那logit呢 y变量 foreign x变量呢 还是这些 我就不打了 我把它复制到这儿 mpg trunk length turn 然后run一下 这进行了一个回归 这个coefficient 就都是log odds 大家记住 然后呢 coifplot 我们呢 还是把这个cons drop掉 然后呢 我还是在xline这儿 0这儿画一条线 来看一下这幅图 是不是没有问题 在这儿呢 我们回想一下上节课 我们说了可以加xtitle 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xtitle -0.8-0.6-0.4-0.2-0.2-0.2 到底是什么呢 你不说没有人知道 那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xtitle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在做poster啊 或者写文章啊 时刻要注意 你的x轴 y轴 到底有没有title 大家能不能一眼看过去 就能看出 你这个图画的 到底是什么的变化 那xtitle呢 我们加一个双引号 其实不加双引号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为了规范起见 我们还是加一个双引号 log odds 然后呢 我们再来点上 点击do 再来看一下 x轴上就加了一个title 叫log odds 在这儿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0.2-0.2 是log odds的变化 在0这儿画了一条线 因为我们log odds是和0比 那如果我们画的是 odds ratio呢 odds ratio是要和1比的 好的 刚才讲了这些呢 我们都是一个模型 放在一个图像里面 那现在我们想看看 在这个一个图像里 我们可不可以放两个model 比如说两个subgroup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这个regress price mpg trunk length turn 把它复制到这儿 那现在呢 我想按照它这个车呀 是进口的 还是国产 进行一下subgroup analysis 那我在这儿加一个条件判断 forain等于等于0 那copy一下 然后呢 forain等于等于1 那在之前的课程之中呢 我们在这个有序 和无序多分类的时候 我们说过 Cita里面有个comment 叫est store est store的作用呢 就是如果它跟在一个回归之后 它可以保存下 这个回归的coefficient呀 还有95%追求区界呀 等等这些 我们想要的信息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保存成 比如说est store 你给它起个名字 在这我们起名叫d 因为它的forain等于0 是domestic 然后呢 同理 在这儿呢 est store f 那就是它的forain 也就是这种进口车 我们把它四行都选上 然后来点一下do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regress if foreign等于等于0 这呢 是它的coefficient 我们把它存到了一个叫d的里面 然后呢 这是forain等于等于1 我们把它存到了一个叫f的里面 那下一步呢 如果我们想把两个猫头画在一个图像之中 我们还是用coeif plot 我们直接把d和f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d f 那么我们想做的呢 还是drop掉这个cons drop 然后呢 在x轴 0这块画一条线 把它选上 我们点击do a我们可以看到了 那绿色的呢 就是d 黄色的就是f 这有一个legend 是吧 d也就是domestic f就是forain 在这儿我们就一目了然能够看到domestic和forain 它分别mileage trunk space length和turn circle是多少了 在这儿有一个不清楚的地方 哪儿不清楚呢 就是这个legend 因为刚才咱们一起画的这个图嘛 我们知道d是domestic f是forain 那如果你光看这个图 你不知道d和f是什么 所以下一步我们想加的就是 给d和f分别加一个label 我们看看怎么加这个label呢 我们可以把d和f呢 加上一个括号 然后呢 在d后边加一个label label里边写上什么呢 写上domestic cars f同理 括号 然后呢 这加一个d号 加上label 在这儿我们要记住 这个括号是成对的 是吧 你看这个括号和这个括号是一对 这个括号和这个括号是一对 这个也是这个括号和这个括号是一对 这个括号和这个括号是一对 这行太长了 我们给他换个行 三个鞋盖是换行 在这儿大家可能有一点 哎 有点学不下去了 说这怎么这么难呀 你看 这儿又画一个括号 这加一个d号号 这又是label 这怎么能记住呢 其实啊 这些command我也记不住 换句话说 就是你天天使用stata的人 也不一定能记住这个command 那我们其实 为什么要学这个command呢 就是现在我们画出一个 很好看的图以后 比如说我们把它选上 点击do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标签变成了domestic cars 和foreign cars 那现在呢 我们画了这个好看的图以后 大家之后再想画这种图 就能够想起来 哎 我在stata小课堂第三次讲 我好像见过一个很类似的图 那么我们找到 我们第三次讲的代码 然后呢 在代码的基础上进行更改 然后呢 去适应你所做的那个研究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 提供这些代码呀 然后带大家过这些例子的目的 并不是要大家去记住这些command 或者说记住这些代码 到底是怎么写的 其实是很难记住的 而且你记住了 你总不用也忘了 大家就知道我在这儿学过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我想用了能找到 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像就清楚好多了 那我们还可以加什么呢 比如说ciopsrecast 这个也可以加里边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再加上了一个小帽子 没有问题 那我还可以改什么呢 上节课我们说呀 就是它可以改这个点的 这种simble 是吧 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 它是圆的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改 它改成这种方的呢 改成square 是可以的 那如果我们想一起都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 这个总的这个兜号后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总的兜号 在这块改呀 就是对整个图像改 那如果在里边改 比如说这个label 就是对这个d 这个subgraph进行改 那我看msymbol 我把它改成一个大s 就是一个square 一个方块 把它选上点击do oh sorry msymbol 兜急do 刚才这个symbol 拼错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它就是一个方块了 刚才是圆点 是吧 那如果我想让 比如说这个domestic 和foreign 它的这个symbol 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这个msymbol 放到这里边来 你看 比如说在这 label后边 我把这个domestic 它的msymbol 改成s 把这换一个行啊 然后把这个呢 s 比如说把这 改成大c 再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domestic 它是一个s 也就是square 然后呢 这个forward 它是一个c 也就是一个circle 它就不一样了 那如果你想 把这两个改的一样呢 你可以 当然可以在里边 都改成s 是吧 你也可以像我刚才一样 把它删掉 把它也删掉 把它弄成一个 总的这个options 放到总的这个 这个痘号后边 msymbols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条线呀 这是一条中线 是吧 那这个绿色和黄色呢 它的均匀 分布在这个中线的两端 这两条线的距离呀 我们也是可以改的 我们怎么改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距离 我们管它叫offset 我们可以说 我不让你有offset no offset 把它选上看一眼 变成什么样了 现在这两条线 就没有距离了 那我当然也可以 加上offset 我怎么加上offset呢 比如说我在 这个d里面 我加一个option 叫offset 它的值呢 是0.1 还是括号要对齐 那在f里面呢 我加上一个offset 是负的0.1 那如果你都是0.1 它又重合到一起了 大家明白吧 就是你中线往上 0.1 它又重合到一起了 把它改成负0.1 它就是中线两端 对称的了 把它选上 然后点开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中线 是吧 那它离中线的距离 是0.1 它离中线距离 也是0.1 因为有的时候啊 你做这个图啊 θ给你排列的这种顺序 其实是很难看的 在这两 就是它有两个组啊 你还看不出来 那么大区别 当如果有的时候 你有三个组 四个组 甚至五个组 你全给它画到 一幅图像里 有的时候θ给你 会指出的那个图啊 超级的乱 所以呢 你就是得自己指定一下 offset 它是多少 好的 那这就呢 是在 最后我想说的是 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节 θ小课堂了 我们一路走来 从2018年1月 决定制作 θ小课堂 到2018年4月13号 θ小课堂正式上线 到2018年5月4号 θ小课堂登陆海外的YouTube 到2018年11月2号 θ小课堂正式节课 在这30周的时间里 我们每周五晚八点 不见不散 完成了我们30节课的学习 那截止2018年11月2号呢 我们在腾讯视频上 有超过5万次的收看 在网易云克堂上 有超过2000名的注册学员 评分呢 是5分满分 而在YouTube上 我们有7540次的收看 而这个数目呢 也正以每天400次的数量增加 我们同时有178名订阅者 而在微信 一开会官网 知乎和爱奇艺视频呢 也有很多很多 和我们一路学来的小伙伴们 而在这期间 我也和θ小课堂一起成长着 在5月份 我拿到了我的流行病学硕士学位 而在θ小课堂制作期间 我也发表了三篇第一作者 或者共同第一作者的文章 分别发表在了hypertension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上 在这里 我也希望听到你们 在这半年里的成长与收获 在一开会两周年的时候 我曾在官网的论坛上说 我们前三十期 主要针对比较基础的 统计操作方法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希望继续学习 正如之前所说 我们之后会推出一些在线的直播 或者更长时间的视频专题课程 那在θ小课堂结束之后呢 大家可以做的是回看我们三十期 大概约500分钟的θ课程 大家也可以继续听我们的耳语言课程 本周呢是第十四期 一共会有二十期 那我呢也会参加在线讲座 这个呢即将开始 也请大家期待 还有就是我们的θ在线课程 这个会根据大家的意愿 推出相应的主题 大家只需要把自己想学的内容 告诉小咖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θ小课堂视频教程 还会有更新 但是这个呢 具体还没有定下来 最后感谢大家这半年以来 对于θ小课堂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扫一扫 屏幕右方的二维码 关注一咖会微信公众号 我是Brian 我们后会有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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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